他就只会有一个,因为他全部整个就变成一个段落了 全部整个是一个段落 所以他就只有一个项目符号 那如果说你每一个都要加项目符号的话 你会发现有一些地方可以拿来当成 基准的,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个双引号 双引号,你可以把双引号前面再加一个换行符号 但是这边又有多一个这个 这个恐怕有两个双引号 所以你怎么样,我的做法是把它取代的时候 把双引号,第一个双引号后面有一个是 这个手动分行符号 所以我把那个手动分行符号 跟双引号就是这个 先把它怎么样 先把它去掉 去掉成什么,一个 手动分行符号,就是把电话后面这个双引号先拿掉,全部取代一下 那再把什么呢,再把双引号 取代成什么呢 取代成一个换行符号 就是断行,就是断落符号 把它全部取代 全部取代之后的话,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时候呢 这边会多一个,把它删掉就好 那这样不就一个断落,一个断落,一个断落了吗 再把这个部分的资料贴到 这个Dreamweaver里面处理,会简单一些些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把它做完之后 全选 复制贴过来 这样的话 会稍微简单,比较容易处理一点 那再来就是说呢 可以再把它做成,贴过来就OK了 乖乖的听话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在处理资料上面 用这个Word有时候 这个这个,就是当然你懂得处理的话还蛮快的 那这边一样呢,把它做成一个ListView 然后也是圆角,所以圆角的话DataInsert,这边把它加上去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做超连结 连结的话,比如说这个万华区 这边资料,那我连结到哪里了,连结到 紧 show01 show01,这个是show01 OK,这个是我看一下show01,没错 好,那再来就是说,把它弄一下给各位看一下,基本上这样应该可以连结过来了 连结过来 OK,可以跳过来 那这边还有一个什么,back按钮 回到上页 那回到上页还记得吧 选这个页面,选它之后 其实back非常好 加 在哪里呢 在整个页面这边有个叫 Data AddbackButton 等于BTA True就可以 这样加上去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边点击 就会有个back 这样就完成了 我这个资料,我这边多了一个 是不是这个地方 这个资料 好像有 这边 跑掉了,所以这个资料 旅馆资料就把剪下了,把它放在这前面就可以了 OK 这样其他的话 也是一样 那如法炮制,这样就可以很快把资料都处理出来了 不过毕竟好,这个是静态的方式来做资料,然后花的时间工大会多很多 特别注意,这边如果有超连结,自动会显示出来,应该没问题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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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